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科隆们心情的忙进忙出作业 每当黄昏时候 科隆们忙完一天的工作 陆续返航 渔舟畅晚 形成一幅漂亮和谐的夕阳景观 黑富燕鸥 体长约25公分 展翅约75公分 夏季时 他们居住在中俄边界的新凯湖附近 秋末时节 会经由中国东南部 台湾 广南迁徙至中南半岛 菲律宾群岛 甚至澳洲及纽西兰等地避寒 每年10到11月 他们会飞抵台湾南部西湖附近 停留密室 养精蓄锐补充体力 来迎接他们下半段的旅程 台南北门 真家咖 这里布满盐田及细湖 每到黄昏时候 一群一群的黑富燕鸥 陆续由分布各地的密室地 分批挥回雾满客家的西服区休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到了族群 会先在客家上住脚停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陆续抵达的黑富燕鸥 群聚到一定数量时 磕架已然变得拥挤不堪 这时 群聚的鸟群就会开始躁动 杀斯间 他们会群体飞离客家聚集飞舞 黑富燕鸥有黄昏聚集飞舞的习性 主要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在训练亚成鸟的飞行技巧 群飞还有另一种目的可以共同扰乱天敌 减少被捕猎的机会 刚开始 感觉上他们是很凌乱的飞 渐渐地发现 他们的飞行乱终有序 鸟群左回右旋 上冲下服 整个队形变幻莫测 却又整齐画意 密密麻麻 未为奇观 经过一段时间的草原后 刹那间 他们又曾放射状的俯冲 飞至客家上休息 完成一天的功课 进入梦乡 这时 夕阳也正好西夏了 黑腹燕鸥的律动之舞 是用言语难以形容的 树大动态之美 超乎想象 看过之后 大家都惊呼连连 发自内心的赞叹 启动了对大自然审美的 另一番境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